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看到的是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 我也不能解释 因为我没看过 但是所有在X上比较大的账号 那比较这种 就是从它的价值观来讲 大家比较认同的 等同的价值观都没有 坦白说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它比较正规的一段内容 大概四分半重 这里再跟大家解释 我们对不起 我们第二频道 本来就跟大家分享 川普的消息 跟这些消息 今天上午呢 有关川普这个 川普的那个 就是后面全的问题 被decared掉 被毁掉 做了三个视频 它全给黄标了 刚才刚放出一个来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 YouTube发生了什么问题 就是很显然 YouTube的老板跟川普 不是很对付 这个我相信朋友能理解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我们会有一个备用账号 在上面 我会今天连上 就是比如说 原来的04啊 05啊 那因为这个场景 就跟我们曾经经历过场景一样 啪啪啪啪全黄 在我的03账号上 也是啪啪啪全黄 没有任何解释 没有 它就全都给封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 那卡尔松在莫斯科的这段讲话呢 其实触及到类似的问题 他没有 首先他承认 他说他正在采访普京 那在昨天的 在应该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 有看到 就是包括卡尔松带着他的团队 做了一个大的十六十二人版 然后带着这个 带着机器 正式的带着机器 都是他自己的 就是正式拍摄那种机器 在就是在那个 从他的酒店出来 进入克里姆林宫 那些视频都有 但采访内容没有 有一个说法在 等到晚上的时候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 也被人拍摄了 但都没有得到证实 这是他从克里姆林宫出来之后 那个消息出来之后 他拍了一段四分多钟 我简单跟他一下 他讲述什么 他讲述就是 乌俄战争两年多 他认为在西方社会 美国人不知道 是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只听政府一面之词 而主流媒体 完全跟政府是挂在一起的 这样作为美国人民 他说美国人民 就没有任何一个渠道 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说也没有人知道 普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全都被封杀了 战争以后 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媒体 采访过普京 所以他确实是第一人 他说他说 但是从作为一个记者的身份来讲 记者的背景来讲 他的责任就是要揭示真相 讲述真相 他愿意让所有人知道 就是有一件事情 更全面的背景资料 然后他就抨击了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在整个欧洲 是最有名的贪污腐败的国家 所以他同样就讲出这个问题 然后就谈到那么多钱给了乌克兰 没有人知道那个钱去哪 他说这是 而那些钱是美国人民的钱 所以他就主要是从这些去讲 从真相角度去讲 然后他就自己讲说 他整个这一次旅行 是他自己掏的钱 他没有任何政府给他掏钱 也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支持过他 而他这件事情联系了几个月 几个月之后成行的 所以他这是出于一种 希望能够成行的背景之下 做这件事情 那他跟马斯克呢 有过这件事情有过沟通 那来保证马斯克能够顶住压力 让他这段内容 将要放出来这段内容的 能够在X上能够正式播放 那这段内容的播放 将不是付费的 是免费的公开的 所以意思意味着 他将在推特上 就X上去公布这段故事 他整体的内容是这样的 一个概念背景 他只字没有提到 对普京的采访内容 那这些都没有 那也没有人知道 在他放出这段视频的时候 采访是否已经完成 这个也没有 之前他放过一段 另外的内容 就是卡尔松在莫斯科 那段 卡尔松在莫斯科的那段内容呢 他就就是一种街头采访 应该是这个 不是 不是这段 有一段内容是 有一段内容是 那就不好 是不是 是不是他拍的就没说了 是讲在莫斯科 那媒体采访了一些俄罗斯人 那俄罗斯人呢 知道他 就知道卡尔松 那也欢迎卡尔松 当然他是这么拍摄的 因为我们对俄罗斯不了解 到底他的新闻管制的程度 和人们他的新闻的真实程度 到底到什么程度 我们不敢说 这我只能说 确实不敢说 但他的通篇讲 采访了一些老人啊 男人啊 女人啊 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当然谈不上 俄罗斯谈不上不同肤色了 他基本上就是来对卡尔松很熟悉 然后他们就很赞同 很赞取卡尔松的勇气 赞取卡尔松的胆识 大概是从这些角度去讲 所以这就是这篇内容 我要跟大家介绍内容 因为他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 蛮大的反响 但是从主流媒体来讲 也没有敢太去偏离太多 因为我就跟大家解释 他触及的事 这个故事呢 有点太深刻 有点人们不知道在如何把握 我们也跟大家就讲说 他会不会抓 回来会不会抓他 没人知道 这个这个这个 因为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不好说 真的不好说 卡尔松声称 正在采访普京 因为没有人知道 这个乌克兰战争的真实的状况 所以不了解乌克兰战争 美国人 所以这里他讲述不了解乌克兰战争的 很显然 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是从普京一方 他到底在怎么来讲述 他当然又抨击了这个 抨击了主流媒体 那主流媒体呢 有些报 有些没有敢报 你福克斯肯定不敢报 因为福克斯 他是从福克斯出来 所以这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所以英国的美日电讯就讲说 那卡尔松今天宣布 他采访了这个普京 那他然后将在他在X网站上 不经任何编辑 他说没有编辑 完全拿出来 那不用付费就可以观看 所以成为了在战争以来 第一个采访普京的美国人 然后他就提到说 战争的本身大多数人没有被告知真相 并不知道这个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正在以他们可能完全无法感知的方式 支付了大的费用 因为被政府支付 那这是基本上是这么个说法 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拍的 那因为他没有具体讲 然后呢 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叫Spanik 星期一播出了一段录像带 就提到卡尔松在离开克里姆林宫 以及相应的一段内容 那是他的新闻 美国人有权知道他们如何卷入战争 抨击了英文媒体的腐败 然后对主者观众撒谎 他们有责任告知公众是什么 然后提到说呢 他就又提到拜登的非法监视上 阻止他采访普京 他说当然这次我们是来了 我自己掏钱 没有任何政府团体给我掏钱 那他说因为我 他说他爱普京 因为这里我们热爱 我因为爱美国 希望他繁荣自由 所以我们希望有这么一份东西 那马斯克承诺 绝不阻止采访 也不会压制播放 那相比之下 西方政府肯定会尽最大努力去审他 这是他们自己所做的 里面呢 所以他就讲述了背后将会 将会如何如何吧 大概是 2021年6月份 NBC的记者西蒙斯 曾经跟普京有过交流 那然后自那之后就没有西方记者了 所以他认为呢 卡尔松的认为这个普京入侵乌克兰以来 我们其实每天都释出采访他 是普京不接受 那而卡尔松认为呢 是西方媒体就是腐败 所以在采访真正内容拿来拿出来之前 那卡尔松先跟主流媒体就直接发生冲突 我只能跟大家去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讨论这件事情的 你再往下走呢 它就是一个真相的问题 跟主流媒体冲突的问题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 因为再往下走有难度 确实有难度 因为我们不知道的背景东西太多了 那就是我说的 卡尔松是从土耳其入境 那他们在美国是否有些相关的管制规章 这些都是未知数 在美国的政坛 没有任何人说话 没有任何人敢表态 这个整个其实大家都是等待 在等待在卡尔松身上会发生什么 所以卡尔松在他的节目中上来就先强调 我是一个记者 我尽我的责任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